近20年屋里的老屋内 远屋矿的采光不良导致空间阴暗 更有着收纳不足 动线不良等窘况 设计师该如何给予一家屋口舒适惬意的居住感受呢 在今天的影片中将提出三大设计重点 首先介绍崭新的客厅形态 再分享创造明亮采光的小技巧 最后告诉你如何整合开放式厨房的空间机能 舍弃既定的客厅形态 以大尺度乘桌取代沙发电视 运用场域规划凝聚一家人的情感 让彼此有着相依的生活轨迹 却能在同空间相处交流 玄关以穿透铁剑隔屏导印充沛采光 进入客厅空间 同时请用木质格扎推拉门与双面柜体 作为客厅与合适的长域分页 使光线循序渐进地走入场 愣舒适的功领域 江源隔间拆除改为开放式餐储空间 增设摆设霸台桌 添加切益气息 整合电视柜冰箱与备餐台 完善屋主需求 更有效提升空间使用的流畅度 酒座设计 朱伯晨 蔡雅仪 王云婷 陈英臻设计师 先是化解老屋的窘况 透过仔细聆听屋主需求 仅对一家人对于生活的期待 再进行场面规划与动线重整 行速敞亮舒适67平的双层现代宅